台灣文化創意協會 台灣文化創意協會它成立的目的主要是要推廣文創活動 然後要培養文創的人才 台灣文化就像一個海能夠納白川 是一個核的文化 文化創意本來就是台灣創造出來的文化 國外呢都叫做文化產業 基本上台灣是一個非常有文化的地方 它是一個多元文化 從西班牙到荷蘭甚至日本 甚至是大陸這邊來的文化 甚至是我們本土的文化 所以我們是做文化創意最好的地方 文化創意產業在雲林 這個社會鑽引台灣 跟國際做接軌 這是一條不會是很短的路況 因為文化創意的戰鬥力非常強 文化它都是植基於傳統的基礎上面 然後不斷地注入新的創意 然後它才會隨著時代的轉變 產生新的一個準備元素 那最後它才會產生一個褪變 產生一個新的優質的文化 你要讓人感動 你在這個協會裡面 你的感動因素是什麼 唯有有感動因素的一個協會 才能得到大家的認同 PCCA 我們的台灣文化創意協會 一個很活的一個更年 這個地方能夠讓全國的文化創意 能夠走在前面 而且更紮實 未來在我們國家的文化發展 跟創意的部分 有這麼高深的基礎在存在 應該會更能夠發揚廣大 反饋通用標準字典 由書法家王欣碧先生書寫 三字眼線接牌 請來兩名美女掌聲 انƏ 開墟箱便 印象的昂 album著法衛流動 象征台灣文化通行會 年年風絕 也祝福協會 選二居城 成定大會 圓滿成功 再請來一位熱烈掌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